对于蔡政府你相信吗 胖口对准蔡英文 卢秀燕说重话这么火大 就是因为22号经济部发动突袭 绕过台中市府 抢先核发特殊建筑执照 给台中火力发电厂 未来中火要扩建 都不用经过地方都审 现有的五根烟囱 要变成七根烟囱 成为全球全世界 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为什么发电任务 不能够平均分担 为什么要一再加注在 台中人的身上 为什么只欺负台中人呢 卢秀燕痛批 这是中央开后门 其实为了加速增气减煤 中央提议在2025年前 新建两部燃气机组 上线运转后隔年 再将两部旧燃煤机组拆除 卢秀燕不同意 坚持要先拆除再新建 于是整项计划就卡在 台中市都省这关 长达15个月 但营介署认为 中市府要求的都省 只是在牵缝市长核准 并没有按照法定的程序 来处理超过法律授权范围 因此才核发特照 预计下半年动工的 新建计划不必都省 为什么通宵电厂在去年和前年 可以先拆掉它们的烟囱和机组 今年再重建 中国却不行 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 还有工商业的发展 跟出口的场合 用电量车长的速度非常快 台中市的首要热物还是稳定供电 出省事实上本身是可以不用送的 因为台电的发电机组 本来就是可以按照规定 按照法律来报特件 那因为我们尊重地方政府 所以台中市政府规定说你要都省 就配合台中市政府的要求来做 但是没想到它后来省的内容 也都不是都省的项目 那给台电设了很多的限制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要先认 而不是说假设我们会将来不遵守我们的约 中国的增气计划有了特照当靠山 最快在2025年就会上线 只是现在中市府不认账也不退让 中央视为卡关解套的办法 也只让这场战火越烧越旺 环宇新闻 胡志成 叶炳杰 李嘉倩 台中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